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示範的是 如何在 Twinmotion 裡面 把 Rhino 的物件全部替換成 Twinmotion 的物件 那影片的部分我會分成兩部來錄製 第一部影片我們會示範如何把物件替換成樹的物件 第二部影片我們會進階一點 把物件替換成有方向性的車子 那我的影片主要是參考 BIM Technic 的教學 然後來稍微修改 所以有興趣的人也可以來參考這個原始影片 那這個教學裡面會需要用到的是 Elephron 外掛 所以大家可以去Foot for Rhino 的這個網站來下載這個外掛 如果大家都準備完成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來開始今天的教學 好 那首先我們當然是要先開啟我們的 Rhino 那我們來打開一個新的專案 我們到 File 然後 New 好 不儲存 那接著我們可以先來選擇一個公分 當作我們的樣板 然後按開啟 好 開啟完成後我們先到 Top View 來 那我們稍微把畫面鎖放一點 好 那接著呢我們要來製作等一下來當作我們路徑使用的文字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來輸入指令 那我們來打 Text Object 好 那這邊呢我們要稍微設定一下我們文字的高度 那高度的部分我先設定5000公分 也就是50公尺左右 那字形的部分你們可以挑自己喜歡的字形來使用 那這邊對齊的話呢我先使用字中來對齊 那下面這邊 Output 我們記得選擇 Curves 也就是我們要把它當成曲線來輸出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我們就只這樣 OK 那接著呢我們就可以來點選你要放置的文字的位置 那我們就隨便選一個地方 好 稍微看一下我們的文字 那你可以確定它每一個都是 由曲線所組成的文字 好 那接著呢我們就可以來開啟我們的Grath Hopper 可以到上面這邊 點擊Grath Hopper 好 那我們稍微調整一下視窗大小 好 那首先呢我們會先需要一個 Curve的 元件 來裝我們所有的曲線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曲線全部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 選擇 Set Multiple Curves 好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抓到 Rhino裡面的這些曲線 那接著呢我們要來等分我們的曲線 那我們會需要用到 Curve裡面的 Division 那我們找到這個 Divide Length Division 那我們就先把我們的曲線跟這個C接上 那L呢就是你要依照多少的間隔去拆分這個曲線 那我們先設定 800 然後把它接上L 好 那 XX的部分當然就是它 拆分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例如說要密一點 還是再 鬆一點 那我們先設定 大概 500好了 好 那畫面上的這些點呢 等一下就是我們要擺樹的位置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要放 物件上去 好 那 只是呢我們 為了要讓它替換呢 我們不能隨便擺一個物件 我們需要特別去處理 就是這個物件呢 不能只是一般的曲面 或是 一個 矩形 當然它可以是任意的形狀 可是呢你必須把它弄成一個block來使用 所以就要用到我們剛剛 就是需要各位下載的Elephron的這個外掛 所以呢我們可以先來製作一個簡單的block 那我們到 Elephron的這個面板裡面 然後找到block 那首先呢我們要來定一個block 好 那定一個block呢我們會需要 它的新體 那新體的部分呢我們先用一個簡單的 追來代替好了 所以我們直接搜尋 空 好 然後這個追呢我們可以先到3D看一下 好因為它現在非常小 那我們稍微把它放大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接一個scale 然後我們要放大 然後我們要放大先把它放大100倍看看 好 那現在這個 小錐看起來的大小就比較正常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把這個 小錐做成一個block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這個放大過後的追 接到這個block的G上 好然後 那我們還需要告訴它 這個block的名稱我們也需要給它取一個名字 那我們把它叫做 block01 那我們就把這個名稱接到N上面 好 好 那我們現在 這邊就可以產生一個 這個追體的block 好那接著呢我們就要把 一個block放到我們剛剛 找出的這些點位上面 所以呢我們會一樣到這個 AdFront的這個面板底下 我們去找到 Insert Block 那我們要放置這個block 的話呢會需要 第一個你需要名稱 那名稱就用我們剛剛定義好的這個名稱 Lock01 然後呢你會需要告訴它 你的平面 那在這邊我們 因為不用先不用管方向性 所以我們直接給它點就好 那點的話呢就是我們剛剛下面這邊已經 切分好的點 把它接過來 好 那目前接過來之後呢什麼事情都還沒有發現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它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這個還找不到 Block01的這個 這個物件 那原因是因為呢我們剛剛這邊結上來之後 我們還沒有在Ryno裡面產生 這個block 所以呢我們必須先選到 這個Define Block這邊 然後按右鍵 我們先來 fake它一次 好 fake完之後呢 這邊就產生了一個 這個 這個錐體 好 那 接著呢我們到這個 這邊 它現在還是一樣的錯誤 我們可以先按 Ctrl E 先把它Disable 再按一次Ctrl E 讓它 Enable 那這時候呢 就會發現這些錐體都已經被放上去了 好 那這個block我們產生之後其實就不需要它了 我們可以先把它刪掉 那這些錐體呢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來把這些錐體替換成我們TrimMotion的物件 來使用 那到這邊我們Gradhopper的部分就編輯完成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block呢先把它全部bake出來 那我們可以先把預覽關掉 確定我們的block有順利的被做出來 我們稍微改一下顯示模式 改成Render 好 那確定這些錐體都有被放上去之後呢 接著我們可以把所有的錐體全部選起來 The Leg Block 好那這邊比較 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把這個block 然後透過TrimMotion的外掛直接sync過去 我們需要再額外多做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必須把這個 物件先轉成 SketchUp的物件 然後再匯入到TrimMotion裡面 所以呢我們先全部選起來之後 到file 那接著選 Export Selected 那我們在這邊呢就 存一個叫做Test.SketchUp的這個 檔案 那按存檔 然後就覆蓋掉 好然後這邊呢就先用原本 預先 這個預先的設定就可以 按OK 那接著呢我們就可以來開啟我們的TrimMotion 好那 這個TrimMotion裡面呢我們就可以先來匯入我們剛剛 的這個SketchUp的 檔案 所以按Import 按Open 選到剛剛的這個SKP檔 按開啟 好那下面這邊呢我們要稍微改一下設定 所以我們把這個Options打開 那在Collapse這邊呢我們要改一下 我們把它改成 Keep Hierarchy 也就是我們要保持這個物件它的原始的檔案 階層的結構 那下面這邊就不用特別設定 那我們就按OK就可以 好 那我們稍微 縮放一下 好的我們調整完我們畫面的位置之後呢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來做這個取代的動作 那首先我們要到右邊來打開這個 這個 我們的面板 那這個面板裡面呢 這邊有看到Test.SKP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匯入的檔案 那我們可以稍微把它 打開來看一下 好那這邊裡面就是 裡面我們剛剛說有放的每個物件 那我們可以先把這邊的所有的物件全部選起來 那我們可以先點第一個 然後按住Shift 再點最後一個物件 就可以把所有的物件全部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按右鍵 然後找到 Replace object 好那這邊呢我們就可以去 找到我們想要取代 把這邊取代成什麼物件 那我們先用樹來做示範 所以呢我們找到Vegetation 然後選擇Tree 那下面呢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取代的樹 放進來 那可以不止一個 你可以放多個樹 所以 我們就放 幾種不同的樹進來 讓它去做取代 好那我這邊就用四種樹作為代替 那 如果選好之後呢 接著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Transform 我們先把它關掉 按Off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 Start Replacement 就可以開始取代 那我們就 點下去 好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稍微拉近 來看一下 我們的樹這些比例 看看是不是都正確 那我們當然可以放個人來檢查一下 回到這邊 選擇Character 然後 隨便選一個人 放在樹的旁邊 那我們再稍微拉近看一下 好比例上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的第一個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